為了慶祝中華民國一百零一歲生日 洛杉磯雅品工筆畫社 在橋橋中心舉行連展 以具有岩壽象徵的賀 作為主題 祝賀中華民國生生不息 其中包括駐洛杉磯辦事處副處長周慶龍 以及許多愛好工筆畫的藝文界人士 全都到場欣賞 體驗不一樣的藝術饗宴 走進洛杉磯華僑文教中心 立即感受到那份優雅田徑的氛圍 雅品工筆畫社 慶祝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國慶 舉辦一場精彩的工筆畫連展 開幕典禮上 包括駐洛杉磯辦事處副處長周慶龍 喬教中心主任梁崇禮 副主任邱昌生 及愛好書畫藝術的喬包 都到場欣賞 周慶龍副處長 對雅品工筆畫社 以象徵長壽的賀 作為國慶畫作主題相當讚賞 副在我們這個中國文化裡面 是代表的是長壽 對象徵了我們中華民國 那個聲聲不息 這個永居經營 梁崇禮主任也推崇工筆畫的獨特風格 為喬社帶來不一樣的一文饗宴 成立自兩千年的雅品工筆畫社 每年都會舉辦國慶聯展高齡80多歲的創始人鄭玉清老師 不僅擔負著傳承中華國粹的使命 也希望學員們藉由精工細筆的專注 讓煩躁的心靈沉澱 這次展出的51幅畫作 其中又以學員通力合作完成的 十賀縣銳圖最受矚目 現場每幅作品都展現出創作者的細膩心思 讓參觀僑胞在感受國慶氣氛之餘也大飽眼福 台灣無關電視張瓊文 美國洛杉磯採訪報導